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可以有效锁住茶汤最佳的滋味于茶汤里面 因为我们的杰森创办呢 有30多年的一个精密制造技术 那他本身都爱喝手泡茶 那看到现在年轻人 他已经喝手来饮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那我们又看到店家 现在他们又很用心的经营 又很辛苦的去准备每一天的茶饮 所以我们就在思考 如何成为大家的一个策略伙伴 过往在请公读生他的流动率很高 然后再来就是如果请老师傅 他的成本又高 所以他们就在思考 如何用机器来取代人工 我们结合了一个精密制造的技术 以及人工智慧 来设计全新创新 更能进化 以及更安全稳定的一个萃查性概念 因而有了杰森的AI仿生智能的 萃查剂的诞生 其实泡茶它不外乎有四大因素 你的茶艺客数 你的水温水量 以及萃取时间 那我们其实这个机台 就是在模仿传统老师傅的泡茶手艺 经过我们的这个工程师 他们的团队的分析 无论是手泡茶 或是用我们机器所萃取出来的茶饮 其实它的风味可以达到曲菌一致 甚至还可以再次提升它的风味 那我们还会有我们的茶艺老师 茶艺老师来会来试 就是不管是商业茶或是精品茶 或是其他种茶叶类 如果它的口感不准 它就会觉得说机器不OK 所以我们就会透过它的口感 来调整那个机器的参数 同时就会设置给以后 客人如果需要这种类型的茶叶 我们就会把这参数值提供给它 目前在市场上 可以脆热的机器是占大多数的 那它如果要制冷的话 它可能会需要抽到另外一台机台 那透过其他厂商的方式来制冷 那那种方式它有可能会造成 就是需要等待时间很长 因为它会有一个高温 降到低温的时间 但因为我们的机台是 我从高温进到低温的汤桶的时候 我只需要十分钟 我就可以降温到六度 传统的业界做法是每四个小时 他们茶叶就需要去倒气 因为使用我们这个 急速降冷的系统到6度C 它的茶叶可以最常放置到14天都还可以正常饮用 一般门市他们在做水摇引的时候 都一定会去加冰块去做降温 因此它会导致茶叶的风味 会因为冰块的稀释度而跑掉 那当我们茶叶已经降温到6度C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封杯出给客人 来去品到最香的一个茶叶之味了 那AI 反称 脆茶机它不仅仅能精准的设定 及记忆128种的脆茶模式 来提升茶叶的品质稳定度 还可以萃取咖啡 及各种难以萃取的穀物类 同时我们还提供了贴心的一键清洗功能 来降低工作人员最头疼的清洁问题 刚创立的门市其实它们有很多的一些内容需要被资源 比方说它可能需要原物料 或是说参数的等等的配方服务 其实我们洁生新业都可以提供它们全套性的服务 来解决它们业界的痛点痛处 或是说刚创业的时候它的资源不够齐全 那我们都有全方位的服务可以去提供它们 而成为我们的key solution provider 用心虽然辛苦 但是永远能为客人创出不一样的新活花